小姐, 可不可以坐桌子? 吃飯了 來館廳當然是來吃飯 難道來就像你那樣發呆嗎? 很呆嗎? 也算是, 原本我的頭有點痛 打算找你幫我按一下 誰知道你的頭腫好像比我痛 對, 聽說軍莊的伙計沒事吧? 對, 我差點忘了通知你 沒事就好, 那你不用這麼頭痛 我想繼續頭痛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繼續頭痛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幫我按 其實你真的按得挺舒服的 我沒有想其他事情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 你的男人在想什麼 我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你有什麼不明白?你問我 這個就是你臭老爸? 他拋妻氣女不僅 還不斷用情感敲詐你 自己結婚擺酒而已 全部要你付錢?是不是男人? 他還打算去馬爾大夫的蜜蜜蜜 也是我給他 怎麼會理他呢? 可不可以看看女兒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老牛吃亂草, 懂得吃 你說我爸爸懂得吃? 當然不是, 我說女兒 女兒二十多歲, 你爸爸幾十歲 她現在看中你爸爸快要死 可以分身家, 難道說真愛? 糟了, 我爸爸沒錢嘛 所以就找你笨 你爸爸就問你拿錢 最後什麼就掉進他的袋子裡 也沒辦法 我避得一時, 避不得一輩子 他始終是我爸爸 如果他們兩個結婚 他會用各樣的藉口 把你炸灌炸整 那不是這麼絕吧? 不行 我要幫你想辦法去教訓他才行 別管你, 麻煩你 吃吧… 怎麼樣?你的橋子行不行嗎? 聽我說, 接著做, 一定會瘋 女兒, 吃頓飯而已, 何必這麼好 不用欠我, 媽媽 吃老的錢而已, 吃自己的錢 那倒是吧? 這麼辛苦已經作出一筆錢 不吃得好一點, 真是對不起自己 不貪他的錢, 難道貪他臭脾氣嗎? 老實說, 媽媽 你嫁給他, 你也嫌他老了 媽媽知道你辛苦了 就說搞婚禮做理由 能騙多少…到時候 隨便找個藉口飛掉老爺就行了 妹妹, 我想吃魚子 哥哥, 我想吃魚子 好了… 夾個魚翅狗給你吃 好…魚子吃 怎麼沒有魚子? 我去吃魚子 好了…哥哥, 別鬧了 不然我不哄你了 我也有病的嘛 我每個星期都要去洗腎 我身體也不好 哪有魚翅給你吃呢? 我吃魚翅 爸爸, 你在哪裡? 又說喝茶?說你結婚談事嘛 我和哥哥在等你, 就這樣吧 爸爸, 爸爸結婚了 是呀, 爸爸就來娶個新媽媽給我們 她又年輕又熬得了 很快就可以照顧我們了 媽媽…媽媽漂亮嗎? 好, 你看看吧 我想看看… 抽到這支下下籤真是該死 這麼年輕, 抽著極品 玩完了 來, 看看 媽媽, 媽媽很聰明 什麼事? 來, 先收拾… 小心… 不要意見我 小心 Sarley 哥哥, 新媽媽漂亮不漂亮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她年輕又熬得 可以照顧我們, 我們就無憂了 被人困了 又說女兒做幫班, 又說她有層樓 原來是個病患, 還拖著白癡? 小子, 買一送二, 別中計 我們斬腦, 斬腦了 不吃, 走吧… 很漂亮 是啊 很痛… 別死我, 臭小子 爸爸, 你搞什麼?你假裝賊? 我假裝你有沒有你這麼逼真? 你反而不假裝鬼, 假裝馬 爸爸, 我幾乎有個白癡的兒子 你幾乎有病? 一搞到毛毛他跟我分手, 你開心吧 你女兒裝模作樣更厲害 裝喜歡你 她現在只是找個藉口跟你分手 你做得她爸爸了, 她貪你什麼? 她貪你的錢, 你別這麼笨 你問我不知道嗎? 你爸爸雖然我太窮, 但我也是個男人 我要找人跟我聊天 我還陪我過日神, 我有錯嗎? 你自己一枝工是你自己做成的 我媽媽是因為你才能熬病死的 我再提你媽媽了 我雖然忍不住 但我和你媽媽的事, 難道你出聲? 爸爸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人陪伴的話 你找一個老老實實 身家清白跟你年紀相約的女人陪你 你別貪人年輕, 別貪人這樣那樣 我得你的女兒, 你不管我 我沒話可說 但我選什麼女人陪我, 與你無關 不得你多聲氣 總之一句說完 我死我死, 與你無關 好 Shadow, 朱古力, 雲尼娜 謝謝 有人說, 小朋友就會選擇 長大會, 會兩樣都要 兩個都給你 你說如果我還是小朋友, 多好 什麼煩惱也不用理 在煩什麼?伯父的事? 想繼續做孝順女嗎? 我知道她是我的負擔 這件事一輩子都改變不了 但我答應過媽媽 我一輩子都不會放棄她 明白的 在什麼家庭出生, 我們沒得選擇 遇到什麼父母, 是說好不幸 別說我了, 說你吧 你家是怎樣的? 我爸爸媽媽, 厲害極有限 生了我之後, 她想追求女兒 改了我的名字叫大女 誰知道是錯了 口字裡面做的女兒是讀過男字 加上全世界都叫錯了我的名字 不, 挺好笑的 被人笑笑也無所謂 起碼是因為這個名字 每個人都記得我 自從寶寶出生後 以後, 全家人都疼她 全家最小也是她, 最兇也是她 我呀, 被她從小欺負我大 你這麼說而已 不過我知道你們兩個感情很好 她不罵我那時候也好 這妹妹的性格比較直 說話比較好, 嘴巴比較惡毒 低一點, 而且不肯認輸 其實其他事, 沒什麼 沒什麼? 她嘴巴不收的時候, 真的很恨憎 沒辦法, 我們父母死得早 從小到大, 我們兄妹相依為命 她這麼兇, 只是為了想保護我 我沒得不贊她 你就好, 家裡這麼開心, 又和諧 你們兩兄妹, 感情又這麼好 我這一輩子就注定 和我爸爸做不到父子女校 就知道了 Shadow, 其實這個世界除了家裡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 不如這樣, 你以後遇到什麼煩惱 隨時找我, 我們倆一起想好 如果真的無法解決, 我請你吃雪糕 那可能一定窮你的 沒問題 隱形戰隊, 燕宇熱波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